什么样的美食让徐州人大汉淋漓也要吃 什么样的一口锅可以炖了全世界 又是怎样的雕桥食物让徐州人欲罢不能 饼界菜味 菜界饼香 一道美食让你看见千年饮食文化发展 走进徐州夜市感受别样滋味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各位大家好 这里是消费主张 欢迎收看 消费主张由五粮夜特约播出 今天我们要去徐州的夜市看一看 江苏徐州它古称彭城 地处苏鲁玉丸四省接壤地区 历史上是华夏九州之一 有2600年的建成史 而且是两汉文化的发源地 如此悠久的历史也是造就了这里独特的饮食文化 那这里的夜市是不是也会别有一番风味呢 在徐州最受欢迎的夜场美食会是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去寻找吧 张丹熙 徐州电视台民生新闻节目主持人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徐州援助人 工作之余在徐州的大街小巷品尝美食 对丹熙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 美食也成为了丹熙工作和生活最好的条件 虽说已是晚上十点 可徐州的夜生活还远远没有结束 召考可以说是我们徐州人二场的一个首选 什么叫二场呢就是我们徐州人吃完晚饭之后 游戏一会儿之后再来的地方 你看这家店它都营业到凌晨三点之后 因为它是二场嘛所以时间会比较晚 烧烤这种炭火气息的熏烤处的美味 是深夜食堂里必备的招牌 让夜晚的徐州人变得舒展放松时 食欲大增肉串散发出的肉香仿佛 所以约了好友胖哥一起吃串 它可是徐州烧烤界出了名的嘴雕 来来来里边坐 看一下咱们那个胖哥吃这个烧烤有什么雕啊 哇 这一大桌子各种串好像是 但我认识的不多 这一桌全是雕销 徐州人吃烤羊肉串 羊的部位选得非常雕 很多都是其他地方稍微有的食材 这不就是羊肥肉吗 你不是说我们要吃的要雕吗 你要想吃到最香 最烫嘴 就是纯层最流香的就是烤这个了 是的 这烤的就是羊板牛 吃这个的时候你只要注意一件事 别烫嘴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不烫嘴的话 它可能也吃不出它的精华 它最绚丽的 最绚烂的部分 咱能把这个一块烤了吗 这是我最爱的呀 这是什么呀 考考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豆腐卷 这个像豆腐卷似的东西 居然是丹西的最爱 这又是羊的哪个部位呢 徐州人对那种特会吃的人 就是会说 诶 丹西 你又吃羊眼了 我就爱吃这个 这是羊眼睛 这是羊眼睛 这可也是羊肉串里的极品 羊肉串里的战斗地 瞧瞧 在徐州 羊身上的任何一个器官都能做成烧烤 我跟你说啊 这个羊眼啊 它吃起来的口感特别的特别 它是那种Q弹Q弹的感觉 然后咬起来呢 还有那种爆汁的感觉 特好吃 其实烤羊眼也纳了闷了 你说南京姑娘喜欢吃毛袋 徐州姑娘喜欢吃羊眼 原来是不是吃羊眼 吃羊眼明目 烤好的油腰 羊眼 羊球 只要你喜欢的 用腊膜卷再吃更过瘾 当然还有更美味的不容错过呢 这里边的东西 是羊身上唯一能吃出甜感的东西 羊油卷 羊肝叫油包肝 又开始崩油了 吃起来呢 是外焦里嫩 太香了 这个比那个裹羊腰感觉还香 怎么样 我还算雕吧 很雕 在徐州烧烤店里 除了羊眼 羊肝 羊球 羊肥腰这样的雕巧部位 就连羊脑也会被老板做成 热乎乎的羊脑豆腐 南京就喜欢吃这种味 对 徐州人的嘴是雕嘛 就爱吃羊身上的雕声 对于吃货们来说每个城市都有一条让人无法忘华的夜市 徐州近几年出于对城市环境的保护 如今一些老夜市已经在徐州人的记忆里泛黄 民副园夜市 作为如今徐州仅存的露天夜市 美食和情怀并存 这里有啥必吃的徐州老味道呢 在我们徐州什么东西都可以炸 但是如果说来吃我们徐州炸串的话 我轻情推荐豆制品 瞧这一溜 就这一盘全是豆制品 各种豆制品 老板给我个盘 这边蔬菜也是用来炸的是吗 什么都能炸 在民副园夜市 各种串串占绝对的主导地位 除了南瓜花 地瓜段 丹西还选了一大堆的豆制品 推荐给记者品尝 真是各花入各眼 对于一向爱吃肉的记者来说 豆制品也算是素肉吧 好了好了好了 这是我们点的 我们点的出锅了已经 看着就有食欲吧 我跟你说 这个炸串每家好不好吃 一是看它的菜品和油 新不新鲜好不好 二就是各家的秘方 就在这个酱料上了 酱料不一样 一般这个酱料都是甜辣酱 甜酱混合着辣酱 然后再撒点自然 再撒点芝麻 这个吃起来就够味了 先尝尝这个豆制品 我推荐一个 我最爱吃的豆扣 豆扣 因为它入味吧 特入味 这种豆制品 它本来吸了油之后就入味了 你再裹上酱 一口 再走再走 还有满满的酱 是徐州老味 真是徐州老味 外皮香酥 内在松软 淋上酱汁 别又一番味道 对 还可以裹起来吃 对 还可以裹饼 裹落馍 就可以卷起来之后 咱边走边吃就可以了 哇 圆圆小饼 净尺长 根根散条 黄脆香 外软里酥 饼卷散 送于烫尖英雄城 但西说 这首民谣里说的是 徐州人最爱的一道美食 来到徐州 一定要尝一尝 究竟是什么呢 哇 这些阿姨们都在这 落落馍呢 这像在露饼一样 这个东西啊 专门落落馍的 叫做奥子 现在这个落馍 已经成了一项 飞移技术了 这是属于飞移的 一个食品 对 没错 您这一晚上 得赶多少张这个馍呀 给你两个馍 一千个吧 落馍 相传源于楚汉相征时期 两千多年来 一直备受徐州百姓喜爱 现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更是这里的头盗招牌菜 这道落馍到底有多好吃 能让徐州人追捧至今呢 我们家吃落馍 可以加好多东西 荤的 素的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你吃不到的 落馍的制作 有两道技术观要过 一是擀 擀要擀得薄云圆 还要避免面坯和擀面杖粘脸 这其中的手法颇有门道 擀好的生膜 平铺在大火烧热的铁奥子上 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翻 翻要翻得准快平 翻面的时间以秒计算 一秒之差就会有生活之别 且动作要快 膜要摊平 这样翻几次后 一张落膜就做好了 很多地方有这个 这不是伞子吗 伞子 我们家 落膜卷伞子 对 是我们徐州的一个特别的有名的吃法了 伞子 要炸到四则金黄 根根酥脆 看着颜色渐渐油白变黄 散发的香气更是了人垂涎 淋上香油 绵香四溢 这是烙膜伞子重要的配料之一 盐豆 其他配料还有豆酱 芝麻 咸菜 小葱和香醇 卷的时候 先把豆酱涂在烙膜上 然后撒上芝麻 盐豆 加一点咸菜 这时把伞子放上来 再加一些小葱和香醇 然后掀起烙膜 压紧伞子 将一边折入锁边 再继续卷完 就可以享用这道美味了 这么一果 兜着点底啊 来一口 有点像我们那边那个煎饼是吧 煎饼果子的感觉 这边应该是小时候的味道 要来一大口 太香了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这个太大了 这个饼啊 它吃起来是软的 也有点弹性 软妞的 粗弹的 这里边的这个伞子 酥脆的 你再加点小菜 特别的香 吃起来的口感是非常丰富的 瞧 吃着饭 听着曲儿 是徐州人一种生活方式 除了桌上这些菜 几乎徐州的所有菜都可以用烙馍来卷 可以说徐州人把烙馍的吃法发挥到了极致 你说它一百种吃法 一千种吃法 一万种吃法 我觉得都不止了 各种吃法都有 什么都可以在这个馍里面卷 这有多少菜 就有多少个吃烙馍的菜 没错没错 什么菜都能卷 夜幕低垂滑灯初上 在徐州每天晚上吃地锅的馆子里 也是坐无虚席 有那么一句话 没有什么事是一顿烧烤不能解决的 如果有那就两顿 但是在我们徐州 一顿地锅可以解决所有的事 你看我身旁的这些所有的菜品 都可以用地锅来做 您瞧这菜单上 光这个地锅的品种就有二十多种 真的是给我们徐州人一口地锅 我们可以炖了全世界 呵 好大的口气 一口锅就可以炖了全世界 我们赶紧去看看到底是怎样的一口锅呢 好多人了已经 都坐满了 每桌一口锅 地锅这味道怎么样 可以 为什么我们徐州人那么爱吃地锅啊 这是我们的传统吧 徐州人这个传统就爱吃地锅 我们店里边都喜欢吃地锅鸡 徐州的地锅鸡就是好 我们店的地锅系列有二十多种 一般呢一天要达到一百多份 高空期要到二百多份 店主介绍说 在二十多种地锅菜品中 地锅鸡是点击率最高的菜品 也是徐州人的最爱 徐州地处南北交接 徐州人兼并有北方人的豪放和南方人的细腻 地锅鸡这道菜也像徐州人的性格一样 看起来粗放其实很有讲究 鸡要选择一年以上的 地锅锅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看这个地锅,这个是地锅鸡,它周围这一圈,这个叫喝饼 哦,喝饼 对,你看它这个饼啊,还有一半是浸在这个菜里的 这个饼啊,吸了这个菜汁,吸了这个肉味 然后再加上这个饼,靠着这个锅,背面还有点焦 哦 特别香 哇 地锅里除了可以炖鸡,炖鱼,各种肉类荤食 还可以炖茄子,丸子,散子等各种素片 只要你想吃的都可以拿来炖 就是真的是给我们徐州一口锅 我们可以把全世界都动了,什么都可以做 丹西告诉记者,在徐州有一种不寻常的鱼非常受欢迎 只要在馆子里遇到不寻价儿也要吃 到底是什么鱼好吃到不闻价儿呢 其他这种饰没有 唯独这个维山湖有这个四公里鱼 主要这鱼特稀有 在我们徐州本地还有一首诗,打油诗就形容这个鱼的 叫此鱼不是寻常鱼 前在天池,后在徐 四个鼻孔为啥掌,河满池塘,香满渠 微山湖物产富饶 所有日出斗尖之美誉 历史悠久,古迹众多 被誉为中国河都北方水乡 铁道游击队故乡 是北方优良的内陆水域生态旅游度假地 好吃到不问价儿的四孔鲤鱼就生长在这里 做四孔鲤鱼是中国烹饵大师纪广辉的拿手菜 他介绍说,鲤鱼的做法,徐州当地一般有两种 一是糖醋鱼,二是红烧 糖醋鱼吃起来外酥里嫩,是徐州人的最爱 徐州的糖醋四孔鲤鱼 第一个在鸡刀上是用了徐州的八卦刀 就是切八刀,两面都是八刀 一个是便移入味,还有一个便移形状 并且是两头都要翘 鱼处理好后,切八卦刀 在均匀的挂上面糊放入油锅里炸透 把它翘起来,鱼鱼的就给鱼跳龙眉那样的 吉师傅说,徐州人吃糖醋鱼的汤汁口味上和其他地方有很大区别 我们徐州的桥子的酸甜口味和其他地方不一样 其他地方都是用葱、姜、蒜 我们光用蒜,然后用醋、糖和酱油提色 然后调出的是酸甜口味适合于当地人的口味 鲤鱼本身就是徐州人喜爱之物 有视鲤鱼为喜庆有鱼之意 故徐州有无礼不成习的风俗 儿童入学,学子尽考,必烹制鲤鱼使其食之 欲其成龙之意,也叫龙门鱼 接下来丹西说,要带我们去吃徐州人夏夜里 即便是汗流夹背也要吃的美味 大热天的汗流夹背吃,这不是花钱找最瘦吗 究竟是什么稀罕美食呢 我们在晚上的时候,羊汤馆的生意特别的好 就徐州人是那种大汗淋漓的 也要吃羊肉喝羊汤的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吃羊肉是北方人的爱好 但位于江苏省的徐州市 对羊肉的爱好却同样疯狂 尤其是在盛夏的福天 在热闹非凡的徐州还流行着这样一句话 福天一碗羊肉汤不用神仙开药方 哇,这有好大一口锅呀 看到了吗?写着鹏城第一锅 哇,这锅里这都是什么呀? 骨头,都是一百多斤的骨头 这是羊骨头是吗? 对,羊骨头,羊骨头 每道的福羊节,徐州人吃羊肉非常厉害 夏天吃羊肉,去除体内的寒气 在这个季节是最棒的 记者看到,这里的每个食客桌上都有一大碗羊汤 那这个徐州人吃的羊有什么特别吗? 我们徐州喜欢吃小山羊 它有这个饮食习惯 这个要追溯到四千三百多年前的彭祖 彭祖是我们徐州的老祖宗 徐州彭祖福羊节 从入福的第一天至三福中止 在这段时间里 全市羊肉馆几乎爆满 万人空巷吃羊肉 喝羊肉汤 直吃的汗流浃背 大汗淋漓方秀 这就是徐州人世代相传的福辣习俗 我们首先呢 早上来到 就是要放一百多斤羊骨头 看这个锅的大小 像这一口大锅 正常要放一百五十斤左右 然后就开始熬 熬到大概两三个小时左右 再放肉 清汤并不能代表徐州的羊肉汤 必须要加这个蜜汁的酱料 才算是地道的徐州味 哇 好香啊 这个有点像油辣子 有辣椒的味 这个就是羊油啊 加上辣椒它熬制成的 羊油和辣椒只是主料 在徐州每家羊肉馆子 熬制的羊油味道都不一样 羊油熬制的时候 会在里面加入其他配料 这些配料 就是各家羊肉馆的秘方了 也打造了各家羊肉馆的 独特风味 吹一吹 把这羊肉吹散 这味道就不一样了是吧 哎 香 羊汤 汤鲜而不煽 肉软而不烂 再配上徐州特有的烧饼 就是徐州人最终爱的老味道 据传汉字仙字的来源 也是徐州的一道名菜 而且深受徐州人的喜爱 这又是一道什么菜呢 这个菜叫羊芳藏鱼 羊芳藏鱼也被称为中国第一名菜 至今已有四千三百年历史 由彭祖创制 彭祖是现代公认的中国烹饪界和中华养生学鼻祖 相传四千三百年前彭祖小儿子西丁喜欢捕鱼 但彭祖控其溺水而坚决不允 一日西丁捉到一条鱼捧父亲责备 央母亲将鱼藏入正在烹煮的羊肉罐内 彭祖品尝羊肉时感到异常鲜味 当弄清原因后如法炮制 是羊芳藏鱼这一天下第一名菜 流传至今 这也是鲜字的来源 现在成了徐州的特色名菜 鲜吧 哇 这什么都不用割真的 是吧 就特别鲜了 是吧 羊芳藏鱼炖煮解渴 鱼肉嫩 羊肉软 汤汁更是鲜美无比 徐州人除了日海美食 各种户外健身运动 也丰富了他们夜晚的生活 这里是我们徐州的云龙湖 是围级景区 每天晚上云龙湖的人气 可以说是相当的爆棚了 可以说是我们徐州市民的 万人健身俱乐部 每天晚上七点多钟 健步走的各支队伍 在云龙湖广场上开始集结 除了对齐 各队 还有各自的队服 我健走七年了 我没队住七年了 健走特别好 锻炼身体 锻炼身体 明天快乐的健步 在云龙湖是一个粉丝点 天气好的时候 这里能有上万人的规模 卖着整齐的步伐 还喊着一二一的口号 相当震撼 堪称徐州云龙湖畔 最具特色的城市夜景 除了健步走 各种健身操 在炎热的夏天 徐州人晚上还喜欢到 云龙湖最大的内湖游泳场 销鼠 可以说是全国最大的内湖游泳场了 这个游泳场是免费的 所以说我们徐州市民 晚间销鼠纳粮特别喜欢来这 你看这个水里面 很多成人老人孩子都在这玩 因为这个水下特别的安全 这个水下是用水泥地给平整过的 而且周围有很多的救护人员 所以来这游泳安全不用担心 师傅您是负责安全的吗 对 是的 这每天晚上都有很多人吗 是的 这都是在少点的 今天人还算少的 对对 你们都来这游泳吗 经常来 怎么样感觉 可以 您这游完了是吗 对 应该回家吧 你们是不是经常过来 是的 带着小孙女是吗 这边好玩吗 好玩 好玩啊 夜晚的云龙湖边 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场面足以惊戴任何一座城市 这种极具特色的城市夜景 是徐州人绿色生活的最好诠释 接下来呢 就要提出我们今天的消费主张了 本期消费主张板块 是由无限级独家冠名播出 养生故本 健康人生 无限级 其实要说到这个徐州人 福天吃羊肉啊 它是符合我们中医 东病下治 补在三福的理念 爱吃羊肉的徐州人呢 他们做出来的各种羊肉佳肴 那是绝对的美味 你吃了一定还想吃 当然 吃羊肉的时候呢 搭配上萝卜冬瓜 这些蔬菜的话 营养就更丰富了 这里的美食 能让五湖四海的朋友 都能吃到家乡的味道 这里的食材 讲究地道新鲜 这里讲究传承 更讲究创新 这里越夜越热闹 消费主张带你一起走进深圳 感受这里不一样的 夜间经济消费 深圳 一座非常年轻的城市 包容创新年轻 大概就是深圳 这座城市的特点 也是深圳美食的特色 无论何时呢 走在深圳的街头呢 到处看到的都是 充满活力的年轻人的身影 那么深圳的夜晚 有哪些值得我们去的地方 夜市里会有哪些美食 是真正能够代表深圳的呢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下一期节目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大家可以下载 央视财经客户端 欢迎们 再见